森林郎输了 他们今天经过加时 以123比131输给了老鹰 今天森林郎打了三节的好球 他们在前三节稳稳压住了老鹰 取得了9分的优势 特别是唐斯在内线大杀四方 威金斯也是出手果断 罗斯则上演了五姐跳投 同时在为队友送出好球上 罗斯也相当漂亮 只是在末节森林郎崩盘了 老鹰在特里洋和克林斯的双枪带领下 不断缩小比分 最终在第四节末端追到102平 而最后时刻 克林斯还和唐斯进行了对标 这时双方已经战成了118平 而在最后一攻上 森林郎将球交给了罗斯 随着哨声响起时 罗斯是一脸的不甘心 甚至有一点恨 恨自己为什么不在年轻时 好好保护一下身体 导致现在爆发力有点明显不够用了 最终罗斯上场26分钟 得到18分6篮板6助攻1分盖 其实表现不错了 但自己错失绝杀球也让罗斯有点沮丧 他在赛后公开懒责 罗斯说道 我当时就是想要努力去解决问题 我看到了场上的局势 我想找一个好的出手机会 于是我尽力尽可能的去接近篮筐 我当时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好球 但希望总是在转瞬即逝 这是我的失误 而唐斯对于罗斯的懒责不是很满意 主要的问题是 大家给你球是信任你 相信你 你没劲是不用懒责道歉的 你这样不是不把我们当兄弟 这也太奸外了 而且有记者还向唐斯抛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为什么身为球队老大的你 在常规时间 最后一头却不是由你出手 而是罗斯 而这时 唐斯的发话真的是令人感动 或者换一句话来说 唐斯是打心底里佩服罗斯的 唐斯说道是 德里克罗斯在我眼里是最好的空位之一 我觉得他来投那个球 我觉得没问题 不过显然我当时也想要这球 这样我就能来投篮 但如果真让我选一个球员来投最后一球的话 我认为只能是罗斯 或者也可以是维金斯 但无论他们两人是否能进 那都是一个好球 一个好的选择 所以不用自责 这就是唐斯给出的态度 其实就像之前 吉米巴特勒被交易时一样 不是他球技不行 而是在为人处事时太喜欢以自我为中心 而罗斯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真的是巨型 毕竟当年公牛的基石可是罗斯 他当了大哥好多年 自然懂得如何和唐斯和维金斯这样的年轻人相处 至少从今天的比赛来看 森林郎内部安稳 同时森林郎惊吓 真的可以考虑留下罗斯 给一个长期合同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